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就麻烦请各位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网址列这个地方 请输入https-goo.gl-ytzrxt 请注意这个R跟T要大写 好 那然后接下来呢 请各位要下载的是这个 8月17号 以下商业数据分析 与图像建立 这个范例就在这个地方 范例下载 然后请下载这一个超级市场2017 所以要麻烦请各位点选下载 好只要点它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当然就是要打开这个档案总管 在下载这里 就可以找到刚刚下载的这一个档案 超级市场2017 假设我们现在我们是要先介绍那个 就是ecell一个就是基本的认识 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开启这个档案的方式 当然就是快速点两下 所以请你们快速点两下超级市场2017 这个档案 那当然最后我是要请各位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另存新档 好点选启用编辑 我先制作一下简单的易码布给各位参考 当我现在我拿到这个资料 我就先自己简单的制作一下易码布 好所以首先就是我有这个标题列 接下来我就先复制它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选择性贴上 比如说我贴到这个地方好了 应该要w2这个滑鼠右键 选择性贴上 然后请点值转置 好那接下来 这个是应该叫做名称 好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一个item 就是第几项 好项目好了 项目 然后第一项 第二项 对不起 把它改成是一般 好 然后请选到 选到这个 总共我有20个人位名称 好这我想应该大概知道 可是最重要的是 类型 类型 因为你今天拿到数据 你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知道一下说 我这个哪些资料类型是可以分析 好这件事 那透过易码布是可以让你们了解的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行ID 对不起我把稍微离力 稍微放大 这样会大家看比较清楚一点 请问一下 我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行ID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这个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来去分别资料记录 说使用一个数值的编号 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为了运算 所以要请各位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第一项的行ID是文字类型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订单ID 好你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也是文字 没错啊 in-2019-27828 然后那订单日期是不是也是文字 是啊 它里面都有年有月有日 只是它这种文字呢 它又有一个就是说再把它分类为日期的文字 所以你要稍微知道一下日期它是文字 但是它可以做计算耶 所以你又可以把日期想成是数值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的类型 那我们就专门给它叫做日期 好 所以日期 日期它是一个很棒的连续型数值 可以帮助我们在数学数字计算数字分析里面算趋势 好 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连续的资料类型 好日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都是文字了 文字好 一直到数值 请问数量是不是数值 是啊 那还有什么 销售是不是也是数值 然后这个数值 折扣也是数值 利润也是数值 好 就是你大概要知道说 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易码簿 那通常我们是不是要做数值分析 没错 数值分析在分析什么 主要就在分析说 例如说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文字 类型跟数值类型 在文字这边我们了不起就是去计算它的次数 那接下来这边我们就可以分析好多数值的分析 举例来说 我可以去计算每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好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说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数值分析的时候 你要分析什么 我们通常会在文字类型取一个 数值类型取一个 然后去做分析 我可以去计算各程式的利润分析 好 那文字取一个 利润取一个 那接下来 请问我现在我拿到资料 你是不是应该做很基本的检查 举例来说 你现在游标这边类型 我针对文字怎么检查 来跟你们快速分享 首先 你这个文字检查 你是不是应该要知道说 这里面总共有多少笔 好 例如说这个行ID告诉我 这个总共项目有10934 在这个地方 你用滑鼠右键 你可以去做 你看从上面往下 你看你要什么 像例如说 你要项目个数 这边打勾了 我从项目个数这边就知道 我总共有10934个记录 接下来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11000 那中间不就有跳号 首先 行ID 因为你要检查 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行ID它一定是unique 就是唯一 所以它不能重复 所以游标落在A这一栏 接下来常用 点选1常用 2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3 醒目提示储存格规则 依照储存格的规则 举例来说重复 所以我要选重复的值 然后接下来 点选 它说只要重复 它就会变成浅红色贴蔓 好 确定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 从头到尾 这样子来去看 有没有浅红色 这样看太慢了 我刻意把这个919293 我刻意改成911Enter 你看马上就标浅红色 好 你要学这件事 好 我先还原 好了 那我就不去一一比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首先因为行ID不可以重复 所以我去多做了一个重复性的比较 再来 订单ID 它是可以重复 你看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 这Gb一看就知道 它是可以重复的 日期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排序一下 看看说它是不是2017到2020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排序 这我想大家都会常用排序 从最旧到最新 好 点下去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2017年1月1号 最后一笔好 拉到最下面2020年12月31号 你确定里面有没有1月32号 有没有2月30号 如果说这个订单日期是存在的日期 它一定是星期一或星期天 其中一天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用这样一个特性来去检查 那怎么做判断它是星期几 判断它是星期几 所以我们拉到最右边 这边我们再插入 好 就是不要把它粘在一起 不要把它粘在一起 好了 我们来判断一下 它是星期几 所以在这个地方 等于 等于什么呢 好 W1 E K D A Y K不见 直接 直接你先打W1 然后接下来你方向键往下 是不是就看到weekday TABLE键 接下来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就是放这一格订单日期 然后 这就是serial number 够号 接下来它就会又再呈现说 那你要1还是2 我说过2是我们 我们惯用的方式 所以输入2 然后又刮斧Enter 好了 接下来这个7就代表它是星期日 好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完成复制 好 那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检查 所以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去做 首先常用 排序与筛选 我都在教常用 常用底下的筛选 然后 接下来你去看 这里面只能是星期一到星期七 如果你有看到空白 其他 例如说8 不可能看到8了 除非 不会有8 这个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那就是代表有错误的资料 那现在是不是都代表说 它无非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七 所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日期 绝对没有什么1月32号 2月30号 什么3月33号 确定 好了 我先把这个筛选先结束掉 那文字 各位应该知道就是说国家名称 对不对 好 或者是州 地区 好 怎么样检查呢 很单纯就是三选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去看说地区 他这边描述的地区有大洋洲中亚北亚东南亚 所以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的客户 大概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什么地方 然后你再来判断 假设 我们没有美国客户 哦 对 所以这边所得到的答案是正确的 这才是各位要知道的重点 地方 所以地区知道了 那你去看一下国家 国家有什么 阿富汗 澳洲 好 一此类推 请问这里面会不会有United States 就不会有了 因为他们有美国嘛 对不对 所以你在U开头没有看到 好 那我想 这是文字的检查